5月22日,国家财政部监督评价局与香港特区财务汇报局在香港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备忘录 在合作框架下,两局将就审计监管职责相互提供全面协助 未来香港财务汇报局可向财政部监督评价局提出请求 获取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存放在内地的审计工作底稿 通过双边协助与信息交换,以实现投资者保护的基本原则 保持市场公平有序与高效运作 财政部监督评价局局长高俊新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协调部副部长宋伟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祥 财务汇报局主席黄天佑等参加签约仪式 高俊新表示,在一国两制的政策框架下 内地与香港是一家人,应该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备忘录的签署将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内地与香港审计监管合作 可减轻监管成本,双方会以依法办事为原则 审计工作理绕用于监管及纪律处分 不会转交给第三方机构 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内地与香港 在推动区域会计监管合作和金融市场联动方面 取得又一重要里程碑的成就 将进一步巩固内地与香港相互依赖的监管合作机制 深化内地与香港会计审计监管等效和财经实务合作 黄天佑表示,全球新经济合作成为大趋势 有关会计及审计的错误也日益普遍 他表示,备忘录的签署适逢其时 双方合作是合理及透明的 令资源运用更加公平 也让财务汇报局可以全面履行 作为有效的独立合数师监管机构的职能 直接行使调查和纪律处分 上市实体合数师的权利 备忘录为双方提供了合作的框架 让我们在互相依赖 优势互补的原则底下 加强审计监管方面的合作与效率 同时,备忘录也让本局 可以在执行相关工作的时候 根据有关的机制和亲事的指引 程序,获取权放于内地的审计工作提稿 让我们的查查和调查 更畅顺和更有效率 刘怡向则表示 审计监管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可提高上市企业审计的质量和可靠性 更加与国际水平接轨 保障投资者和公众利益 并增强中外投资者 对内地及香港资本市场的信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轨抢人